我们看 卓杰 顾下许 这位乡下的经文 继续地说 引导群僧 谁主爱卓 卓是执着 日暗卓 爱呢贪爱 喜爱 恩爱 古人 爱不重 不生疏不 念不疑 不生净土 古人说的这两句话 六道终身 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 爱主 爱主 从哪里来的 可以说是 神神 世事 无量 皆来 养成 坚固的 坚固的 吸气 那么这 六道轮回 生气的 根本 原因 人要把这两个字 断掉 六道轮回 就超越了 真正 真正 断爱 爱主 在小城 是阿卢汉古 在大城 其性为的菩萨 永远 永远 超越 六道轮回 真的超越了 他生到 四身 法界 四身 法界 有声闻 原觉 菩萨 佛 社法界里面 网上 四法界 所以佛对于这种事情 非常重视 我们说佛 不能不重视 主 执著 任主 执 是坚固的 执著 不肯放下 这里面 从四上来讲 有 七心动念 心理上的 执著 言语上的 执著 傲慢 习其中 知道错了 也不肯承认 这就是坚固的 执著 身体 造作 种种 执著 都包括 在这里面 执著 就有染污 清净 清净心 不能 兴起 那 必须要知道 清净心 是本有的 是我们的真心 只是我们 现在的清净心 被执著 染污了 不能 陷阱 我们有平等心 平等心被分别 障碰住了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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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 兴起 清净 平等 是真心的 真心不能 兴起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用的 忘心 忘心 就是执着的心 贪爱 凡夫 真的不知道啊 执着 贪爱 是轮回的 真因 我们每天 生活当中 造什么 造轮回因 受轮回骨 在受轮回骨的时候 又造轮回因 所以轮回永远不能脱离 那这个事情谁知道呢 佛知道 佛教菩萨 菩萨觉悟了 佛教声闻 声闻明白了 真正觉悟明了 他就真干 真的罢了 执着跟贪爱 放下 贪爱里头 最严重的是恩爱 坚固的情职 古大德说的话不错 爱不重 不读所谱 常常也有 用不声所谱 堕这个字也好 堕落在 娑婆世界 身在六道轮回当中 这速看我欢迎 contemplata - 还挺久的 - 还挺久的